鲁迅没有讲过,能力越大,胃口就会越大 大家好,我是Dedai 今天让大家讲一个男人工作很累的故事 故事开始,这个卯雷就是男主角 他叫Dordiao 既然是Opid的故事 那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没错,Dordiao搞砸了上司交代的计划书 很幸运的是,Dordiao身边的同事很好人 他还打算要出手帮忙Sector哦 难得,难得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的上司,那就是小美 他要checkDordiao的计划书了 完蛋了 小美看了Dordiao的准备的计划书 直接问他 这是你家的小孩子帮你做的事吗 整个风格很cute呢 Dordiao还以为小美在称赞他 结果被小美骂到整个Opid都听到 接着小美下命令要Dordiao 明天之前把计划书赶出来 但是卯雷就是卯雷 Dordiao认为不是他的错 是小美不会欣赏他的作品 他还觉得自己做得很好team 突然间小美接到一个电话 然后就急匆匆跑出去了 难道是Nike有折扣? 要跑去抢货? 在小美走之后 整个Opid开始谢谢Dordiao 感谢他信 小美的全部炮火 Arigato! 没想到小美不是去见客户 或者去shopping 而是躲起来自摸 看来这就是他发泄情绪的方法 Very good! 晚上Dordiao在公司加班 他想起今天还没有自摸 居然直接想要在Opid来自摸 以下 结果好喜不喜 小美还在Opid 他还看着Dordiao整个自摸 的过程 Barbecue咯! Dordiao和小美解释 其实他是因为天气很热 他才脱裤子吹风而已 呃...Dordiao你讲得很好 下次不要再讲了 给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后 Dordiao很紧张的 交上他弄好的计划书 没想到小美不想看计划书 他想要Dordiao 给他看看他的香肠 小美搞了一下Dordiao的尺寸 他觉得还OK 他想要了 吃饱喝足后 小美很满足 他终于可以放工回家了 被小美吸干干的Dordiao 被吓到了 他没想到自己的上市 会对自己下口 第二天早上 小美问起昨天交代的计划书 不出所料 Dordiao的幼稚园计划书 完全不行 Dame Dame 只不过这次居然没有被骂哦 看来让上市开心 比做好工作还要重要啊 午餐时间 吃完饭的Dordiao 和其他人一起吹水 突然间小美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还赶着其他人走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咧 原来其实是小美 又想要了 看来是昨晚 吃不够Dordiao的香肠 现在再来一餐 Dordiao又有的爽了 搞搞搞搞 这天晚上Dordiao又被安排加班了 小美看到其他人放工回家 她两个口都开始流口水了 没想到小美的胃口这么大 她又想要了 Dordiao你要撑住啊 搞搞搞搞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要在职场顺风顺水 就要先搞定自己的上司 好了我要去OPIT 和女员工收计划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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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